落在肚脐前抱球 身体 微下蹲 下蹲的时候注意 腰向后放松 胯往后收 大腿根部往后收 膝盖自然弯曲 下面讲三心并站桩的身形要求 顶头旋 向在百会的地方 被旋记在空中 头被旋掉起来 斩眉落腮 两眉间放松 面部肌肉放松 呈似笑非笑的状态 使心窍舒展 颈向部放松 用百会向上 下颗回收 向部上颂 含胸拔背 吸一口气吐出来 肩 向两侧向上展 胸部放松 肩锁关节外张 拔背 拔背 大椎学向上领至百会 大椎是脖子后边那块高骨头的地方 向上领到百会 使脊骨伸直 拔背 拔背的时候用肩膀带着王岐领 肩膀 转动 落膀 肩胛骨自然放松下沉 稍微转动一下 松肩空夜 肩要放松 夜窝要含须 像夹着一个气柄子一样 肘坠而悬 肘部要须悬 使肘中的观窍开张 肘部 不能有角度 也不能伸得太直 麻筋的地方 向下坠 肘的上方 向上悬 坐腕 含掌梳指 神门穴的位置 微微地向下坐 掌内寒 向持一团气 手指头自然舒展 手指之间 手指之间要有一定的空隙 两个手 像一个小碗一样 扣在肚脐上 把肚脐 扣在中间 松腰 腰要自然伸直 向后 向后放松 松胯 胯骨轴 向后收 使大腿 使大腿的根部空虚 空虚成一个三角形 成四座 非座的样子 注意 臀部 不要向后翘 收腹 胯骨肩 也就是 恰前上脊 向后 意念找 腰阳观学 腰阳观学 在命门和围吕的中间 垂围吕 松胯 臀部 下坐之后 意念中 围吕部 好像连着一个棍子 煮在地上 围吕的指地点是 两脚后根 划一条连线 成为三角形的底边 再向后 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 就是围吕的指地点 现在请看 围吕的指地点 垂围吕的同时 要提纲 提会音 会音 是在尿道和肛门中间的里边 上提 就是呈似尿 非尿的样子 圆当 当要形成 四周圆活而开阔的当 同时 同时要求 松膝 膝盖放松 膝盖放松的同时 微微的内扣 膝盖的冰骨意念上提 使大腿 使大腿根部 向两侧 张开 当就可以圆起来 注意 膝盖不能够超过脚尖 脚腕放松 两脚平扑 两脚平扑 身体的重量 均匀地落在两脚上 不偏重于一处 可以用 大脚趾的根部 收缩蠕动 加以意念 重心 往脚掌移动 脚跟 不过于用力 占庄的意念活动 三心并归丹田 就是 顶心向下归丹田